德意志社会 与等级深沿的18世纪相比 彼得迈时期至少从表面上看 被赋予了更多的平等色彩 人们的服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克兼传统早已化为了历史旧饰 现在的贵族和资产基金男士 都穿着黑色或者深灰色暗淡色的西装 不过在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简明化的背后 旧有的社会差别并未得到消除 1840年时 工业家中出生于工人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背景的 约占60% 虽然在西里西亚和波西米亚 贵族们变成富有的实业家者不在少数 但是仍然有很多贵族对经商充满了蔑视和不屑 尤其是在亿北河以东地区 另一方面 也有部分贵族被工业财富所诱惑 不惜降低身份与工业家联姻 还有不少富有的商人被封为贵族 工业资产积极虽然具有降低社会等级的意义 但这段反动时期所采取的复辟政策 接着起了相反的作用 不仅如此 资本主义本身也必然会导致新形势的不平等 彼得麦时期的清贫阅图突出的表现在家庭被赋予的重要地位 人们把家庭视作一个私密的空间 回到了家 便可以把世上的劳作和奋斗浸泡脑后 家庭被看作一个远离了外部世界各种压力的安全庇护所 它承载着个人的理想和梦想 生命的所有真正意义寄托于此 这时的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选择伴侣时必须男女双方相互爱慕和尊重 一对夫妻的最大希望在于传承家族血脉的儿女们 由于18世纪理性启蒙运动的影响 宗教信仰的影响力已遭到削弱 而对家庭的重视恰恰能够起到弥补的作用 但就在这种似乎得到改善 更趋平等的表象背后 这个时期的得意制设 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差别 这突出的表现在财富丰沛的不平等上 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 收入差别也非常之大 例如在科姆尼兹的一家硬花布染制工厂 最高周星与最低周星居然相差13倍之多 曾如此 计算什么平均工资 衡量什么平均生活标准 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贫困人口越来越多 到19世纪40年代则更加尖锐 就其原因 在一定意义上 是工匠们已无法与大工业生产相竞争 而纺织业尤其如此 因此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 接受社会救济者 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0%到30% 比特迈时期 小康家庭中的那种温情默默的田园师风格 怎能抗衡多数人过着凄苦生活构成的反讽呢 自18世纪末以来 德国的犹太人群体 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取得了长处的进步 不过人们不应忘记的事实上 他们在改革时期 所争取到的这些权利和自由 基本上只能算作 对他们几个世纪以来 所遭受的迫害 剥削 排挤 特殊限制的纠正 在一个真正的世俗资本主义社会中 宗教意义上的少数民族 是绝对不会遭受任何歧视的 所以 犹太人获得的解放 如果放在德意志社会 抛弃了以庄园为基础的 半封建制度的历史背景下考察 恰恰是整个社会 获得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 犹太人的解放 从来不曾彻底实现 由此可以看出 这场改革并不彻底 在1816年的德意志帝国境内 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 仅占总人口的1.1% 而到了1871年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比例 也只上升了0.1个百分点 但在期间的半个世纪里 犹太群体的社会结构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帝国时期 犹太人除了少数极富有家庭之外 绝大多数属于赤贫人口 而如今从总体上看 都变成了纯粹的资产阶级 虽然国家当局及犹太群体 都曾做过努力 鼓励犹太人经营农业或成为工匠 但没有能取得多大的成效 由于在几百年里 一直被禁止参与农业和手工业 犹太人宁愿维持自己的商人 银行家等传统的职业 利用工业的快速增长赚取利润 他们在银行业取得的成就尤其可观 到1882年 在银行及股票证券市场的从业人口中 五分之一是犹太人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 到19世纪末 犹太人在零售业从业人口中的比例 已下降到2%以下 在德意志 军官团已向是人们提高社会地位的首选目标 由于犹太人被剥夺了此种权利 他们对接受大学教育显示出更大的热情 到19世纪80年代 普鲁市的大学僧中 约有10%是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 假以时日 这些人将作为医生、律师、艺术家等 成为著名的人物 成就辉煌的事业 但值得一提的是 第一位犹太人教授 直到1859年 才在戈亭根大学出现 而第一位犹太人律师 则是在1860年 才在汉堡出现 然而对犹太人由来已久的蔑视 并未就此终结 甚至在很多场合 还由于丧述情况更趋加剧 除了传统上的不信任和猜疑情绪之外 如今又因犹太人取得的成功 而增加了嫉妒心理 但这一切 并未阻碍犹太人 对德意志社会生活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犹太群体 也在犹太文化框架内 有力地推动了改革运动 德语在19世纪 已经成为犹太人 与其他民族之间 用于交往或交易的混合语 不过 这些变化同样会遭遇一些问题 正统的犹太教徒 担心这种社会融合 会导致犹太宗教的枯竭 危及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但归根到底 日耳曼人与犹太人 在19世纪的彼此接近 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当时谁能预见到 犹太人将在未来的纳粹德国 遭受毁灭性的灾难 19世纪上半叶 德意志学者取得的最重大成就 是出自哲学和人文科学 而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说 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到了该世纪下半叶 二者的关系突然出现了彻底的颠倒 德意志这片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 涌现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观点 谢灵及其自然哲学学派 以经验主义为名 对牛顿大加讨伐 主张自然界只有运用直觉和冥想 才能予以理解 物理学家们 例如维也纳的福西特斯莱本 和莫尼黑的林塞埃斯 对唯物主义医学大加谴责 呼吁人们在生病时 综合利用祷告 双手下垂 冥想的治疗方案 仅少量服饮 更加现代化的药物 可以想见 坚持经验主义科学探索的人士 在探求大自然的奇迹时 要想挣脱这些江湖素食般的医疗观 诗人式的冥想论 需要付出多么艰巨的努力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德国科学家 当属贾斯特斯·里比锡 当他21岁在巴黎 失从盖·里萨克 盖·里萨克是法国的化学家 物理学家 1808年提出了气体反应核种比定律 也就是盖·里萨克定律 当里比锡失从里萨克的时候 被亚历山大冯洪宝发现 洪宝立即在基深大学 为这个里比锡谋得了教职 里比锡在基深建立了全德 所有大学的第一个近代实验室 作为这一时期 德国最具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之一 里比锡提出了植物的矿质营养学说 成为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发现了三氯甲烷和三氯乙泉 并探究了发酵和腐败的化学原理 他发明了一系列科学装置 其中最著名的是里比锡冷凝器 在实用技术领域 他为世人创造出了里比锡肉汁 里比锡是一位化学家 但他的多部著作表明 他在系统论方法论领域也是一位棋手 这一时期德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 体现于文学理论领域 而富有创新性的写作 已被充满哲理性的分析所取代 弗里德里希 冯 施莱格尔所著新旧文学史 尝试把文学作品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研究 并试图把中世纪的基督教理想主义 融入近代世界的要求之中 黑格尔的追随者 自由党人 奥格尔格 戈特弗里德 盖尔文努斯 在德意志诗歌史一书中提出 文学的使命在于 为建立德意志国家做出贡献 热尔曼苏秦诗歌的伟大传统 在约瑟夫、冯、艾辛多夫、爱德华、莫里克、阿内德特德、冯、德罗斯特、赫尔斯多夫等人的手中 得到了传承和延续 而以海英里希·海涅和路德维希·波尔纳为杰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作家 由于参与政治生活 他们的作品在1835年 被德意志联邦议会禁止在境内出版 此后很多人被迫流亡海外 这一压制行动的直接诱因 是卡尔古斯科在小说《怀疑论者·沃里》中 对教会大家抨击 并号召解放妇女 爱情自由 介绍一下海英里希·海涅 他是1797年生1856年去世 1822年的时候 海涅的诗出版后 开始在文坛赞路头角 接着他出版了早期的两部重要作品 《诗歌集》和《旅行闸记》 《闪文集》第一章《哈尔兹山游记》 发表于1826年 获得了评论界高度的赞扬 销量非常可观 1830年他前往巴黎 并一直在那里度过了后半生 在1834年出版的《德意志宗教与哲学史》中 他向法国读者介绍了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思想中 蕴含的革命元素 海涅被一些人看作热忱的爱国者 同时被另一些人看成冷酷的卖国贼 并一些人看作原则坚定的共产共和主义者 同时被另一些人看成唯利仕途的马屁精 但不论是人是宝是匾 他的勇气支撑着他孤军奋战 而在大多数问题上 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